228廉假期间市府公务局进行自立路桥的拆除作业 因为进度十分顺利,渴望提前恢复机车双向通车 而大顺路桥的拆除工程也因此提前到3月中旬 由于自立路桥是许多市民年轻的回忆 而在拆桥的前一刻也有人到场来拍照,见证着历史的一刻 历经40多个年头,自立路桥在2月28号凌晨进行拆除 许多民众敢在拆桥之前见证着历史的一刻 民国108年2月28号凌晨12点开拆 总共经历了42年 拿起手机拍下路桥最后的身影 随后施工单位重机具进入展开拆桥作业 由于自立路桥往来车辆多 为了避免造成上下班尖锋时段交通冲击 施工单位利用连续假期加紧赶工 大型机具一口气从14步增加到20步 果然拆除进度大幅超前 自立路桥的拆除作业在经过施工单位加紧赶工之后 已经在228连续假期当中完成桥梁主结构的敲除作业 预计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够开放机车双向通行 我们在228年过这个节日之前已经有动员全部的机具 那么怪手出动20多台 那么卡车也是20多台的出动 人员机具的配合之下 那么尽量让这个我们旁边的熊重的学生 不会被这个我们打除干扰到 所以尽可能在今天 已经几乎自立路桥已经被我们铲除了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构想 短短四天拆除下来自立路桥主桥梁 只剩下青岛的水泥石块跟裸肉的钢筋 接下来就剩下土石清运作业 如果一切顺利很快就可以开放机车双向通行 而居民也对于拆除速度如此快感到肯定 拆得很快 四天就拆完了 二十八起来 速度是很快 但是草是很少 然后它这个打那个桥蹲很少 反应快的 应该算四天的工程这样就很快了 你说可以恢复机车通行 从二十八开始预计是三十天 但是依这个速度的话 比青海路桥还要速度比较那坑 应该可以提前 应该可以提前 尽可能 拆除过程噪音大 再加上灰尘漫天 居民难免有些怨言 但施工单位不停撒水减少阳城 也让抱怨声量降到最低 师傅表示 自立路桥拆除顺利 原定下个月动工拆除的大顺路桥 将会提前到三月十六号拆除 而施工厂商表示 目前已经完成拆桥的前期工作 并跟地方民众沟通 将会以严谨安全的态度 继续投入下一座桥梁的拆除作业 港独新闻王思武林亭阳采访报道